大陸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将再度访问台湾 目前预计12月9号抵台进行围棋一个礼拜的访问 行程着重在花莲台东了解台湾的农业和生态观光 不会安排拜会政党和地方首长 所以认为陈德明选后来访 显示大陆确立对台政策稳定不变 距离上次来台已经适隔10个月 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九合一大选后将再度访问台湾 陈德明预计12月9号来访第一天先到桃园新北台北市 接着到花莲台东了解当地的生态观光 第五天预计停留屏东 隔天则回到台北市参加15号的两岸企业家峰会 结束一星期的访台行程 这是陈德明第三次以海协会会长身份来台访问 学者认为选后来访显示大陆确立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我觉得他继续在走他原来要走的路 释放出另外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对台湾的选后与其在北京看 倒不如到台湾从头到尾走一趟 来感受在这次的选举中 台湾的政治生态到底有没有产生变化 再度来访陈德明要亲自了解台湾 算行程没有安排与任何政党或地方县市首长接触 但绿营立委乐观其称 全世界的国家都同样的心情来看待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来台湾我想民进党也是应该平常心 如果他尊重中华民国不企图消灭我们 我觉得大家就是以礼相待 如果他来台湾是那种低调友善的 不大方确辞的 那么民进党不会去做一些激烈的动作 如果他来台湾是一种以那种上过天使 以那种高调宣誓一些讲话 讲了一些有的没有的话 我们觉得坦白讲那就突然纷争 对两岸交流态度开放 九合一大选后民进党南瓜13席县市首长 如何与大陆互动也成为外界瞩目焦点 NTV全面庞安新台北报道